行政長官選舉三位候選人首次正面交鋒 在這間電子傳媒合辦格辯論上 三個人互相質問 曾俊華先攻擊林鄭月娥是梁振英2.0 很多人就叫你做CY2.0 我的問題是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這麼多人叫你做CY2.0 因為CY1.0不參選 要找一個代替品 讓有一群要發洩的朋友繼續有一個對象 但是John,你辭職那天 請你關掉他的咪 都說是因為不開心 請你關掉他的咪 因為他現在說的根本是不到題的 其實大家不太擔心你是CY2.0 其實社會最擔心的 如果你是當選的話 我們香港的社會會變成CY2.0 你怎麼回答 林鄭月娥之後就借機 反擊曾俊華只是著重網上溝通 以及對丁屋潛建有責任 Cary,我知道你是很努力閉門做事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是面對市民的重要性 我就想問一下你 為什麼每一次下去你都要用這麼多警力呢 在這一屆政府四年半以來 我相信我做的所謂地方的論壇 在一些社區會堂的論壇 甚至是訪問18區都是數一數二比較多 反而John就好像比較少落區的 可能他閉門就是在一個鍵盤那裡 創作一個跟市民溝通的方法 過去這幾年你做很多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有頭威 但是就是沒有結果 你說過很多關於丁屋去取締 這些丁屋的問題 現在你提都沒有提多了 丁屋的問題是上屆政府 我作為發展局局長提出的 也是當時令到我民望飄升的 一個主要因素 但在現屆政府跟進丁屋潛建的工作 是發展局局長 也是財領司司長的下屬 所以跟進情況是否做得全面和徹底 我覺得司長就應該有些責任 唯一一位沒有做過政府高官的胡國興 就集中攻擊對手對香港現況有責任 現在聽到兩位司長就好像你賴我賴你 我也不知道他誰對誰錯 但是就證明現界政府有缺失 這個是不容否認的事 前幾個月在橫州的事件 應該橫州的棕地拿出來 就蓋了1萬7千間屋 不知為何摸完三次底之後 就變了剩下4千間屋 為何你不需要負責 土地發展公認委員會是John做主席的 我覺得你們大家是互相推卸責任 完全不想負責政府裏面行政的缺失 其實很多今次說關於橫州這個 其實特首他自己是特別設立了一個會議 作出一系列的決定 這些決定根本就沒有通過 我那個土地供應委員會去做 你停一停 林鄭月娥回應觀眾提問的時候 又作出承諾 會跟隨香港主流民意 如果民意令她無法繼續做特首 她會辭職 我百分之百信任香港人 所以當香港如果有一些事 香港的主流意見和我的意見不同 我一定是會接受香港人的意見 如果香港人的主流意見 令我無法再擔任行政長官 我是會辭職 最近有一個新的調查出來 你的支持率是30% 人家不支持你的率是45% 你在未上任做特首之前 你已經是一個負的正直 你會不會考慮你棄選 結果都是差不多的 我又看到有一個調查說 我已經爬了上來 還是高過你3點 你相信那個調查 如果問能力 又說大家都覺得我能力 在FB那裡看過Live FB Live 那你知不知道 在你的臉下那些生氣 你已經上到鼻子那裡 我在FB是弱者 其實你在政府裡面 這麼多時間去挫likelike 我真的有點驚訝 我連上網看FB的時間都沒有 其實就…